介绍一个稍微价格便宜点的 我们去看一看养鲸鱼都有哪些闻到 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可能都有这样的记忆 放学回家的路上 偶尔有鸽扫从头顶掠过 小院中央的大泥缸里养着几尾鲸鱼 水上或许还飘着一朵睡帘 而有蜻蜓落在上面歇脚 这中山公园那时候有着大盆也是大缸 里边有鲸鱼现在很少了 还是跟鱼盆里鲸鱼好看一点的 因为有着对儿时欢乐时光的记忆 很多80后的孩子们长大了 还是对鲸鱼情有独钟 但碍于空间的限制 大缸里养鲸鱼已经成为历史 只能在水族箱里养着玩 普普通通的大概一米的水族箱 它的含水量基本上在200公斤左右 你一个瓦盆 800的瓦盆 它的含水量大概也在60公斤左右 成鱼的情况下 大概在10公斤左右的成鱼的话 每100公斤水 五条鱼是最合适的 老王从四岁开始养鲸鱼 绝对是鲸鱼圈的资深男家 几年前退休了 就把兴趣转成了生意 自己养殖 自己育种 在自己销售 产销一条龙 不仅保证了品质 价格也很有优势 鲸鱼的价格主要是看它的产量 还有它的品种 因为鲸鱼它讲的是一个品项 所以说它品项都有略微的 都有差异 还有它的血脉 红头高红的鹤顶红 圆大突然的龙鲸鱼 还有全身奋着蓝宫的蓝兽 您看到的这几个品种 都是老王自己育种繁殖出来的 他告诉记者 它的鲸鱼都是按照老师傅传授的方法养殖的 连模样都没什么变化 比如这种额头红 头顶部的红色不能超过脖子 下面不能超过眼睛 全身圆润 脊背坚挺 通体不能再有一丁点红色的 才是极品 这种鱼它出鱼率太低了 它的出鱼率大概在1% 如果出好的是1% 因为它淘汰率太高了 比如出100条鱼 能够选到正品 大概能达到一条就很不错了 据了解 目前市场上走得比较好的 还是传统的王子虎头 鹅头红等品种 按照品项的不同 每条价格在几块钱到几十元不等 杭家表示 玩金鱼比其他热带鱼 海水鱼省事不说 一些土生土长的品种 如果碰到老师父遇的种 模样体态好的 还能享受财富升值的成果 比如前面提到的额头红 5公分的小鱼 每条就要200元左右 如果是一年以上的成鱼 成交价基本要上千元 把狼记着八道